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二以視訊方式訪問非洲兩個大國 國務院高級官員說美國將會繼續向非洲人民展示 與中國在非洲推行的經濟發展模式相比 美國的模式更注重非洲的利益 對非洲人來說更具有吸引力 布林肯的訪問行程包括分別是會見 肯尼亞和尼亞利亞的總統和外交部長 並且參觀美國捐助建設的 一個移動式野外醫院和當地一些可在生留員公司 國務院非洲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羅伯特·戈德克 星期一在向媒體介紹國務卿這次視訊訪問時說 美國視非洲國家為夥伴 並且為了共同利益在多個領域合作 包括安全、衛生、氣候變化、民主制度和經濟發展 他說美國與非洲人討論他們所需要的討論共同利益 在經濟發展、民主治理、人權和透明度方面 美國向非洲展現一個不同的願景 與中國展示的願景肯定不同 他認為這最終會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模式 美國會繼續向非洲人強調這一點 繼續為了實現雙方的共同目標 與他們共同努力 対韓主席 在韓主持有限 說明 Recent